报道称台观光部门停招的消息公布后 不少岛内旅行业者感到震惊甚至气愤 有业者批评相关旅游产品都提前布局 现在突然喊停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扰非常离谱 突袭式的宣布让我们业者非常的错愕难过 甚至呢这个农历年呢很多业者可能呢 连夜饭都会吃不下 相关的投入相关的宣传相关的筹备呢 那几乎就等于是白做工 针对台当局禁止台湾团客赴大陆旅游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表示 民进党当局始终都在政治算计 始终都在漠视旅游业界和民众呼声和利益 另外春节假期即将到来 不少台湾民众返乡之际也会安排一家人出游 但近日台旅游业者却大叹进入旅游寒冬期 根据台观光部门统计 春节前六天全台订房率只有四成左右 跟往年相比下降了1.46% 有屏东墾丁民宿业者表示 以往春节前两三个月 初一到初三的订房率就几乎全满了 但今年春节假期的整体订房率只有六成 依照往年的经验 过年春节期间的订房通常会在两三个月前 是非常的踊跃 那如今现在剩没几天 蛮多同学有在反应 就是说今年的订房率和询问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谢谢大家